那品牌我認為對於企業的重要性就是提升價值 過去的話我們大家認為品牌是針對於消費者 那我們以現在的想法來看 那品牌並不是指於消費者 包括在所謂的零件或者是製造的話 它都可能可以成為一個品牌 所以現在品牌的話是一個多元的多方位的 但是對於每一個企業的話 如果不能在你的定位底下打造品牌的話 那基本上企業的永續經營就會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個品牌的打造 對於企業的重要性就是提升價值 打造品牌的過程遇到的挑戰 我認為最主要的就是DNA的不同 那品牌基本上大家的認知是往消費者 那過去公司大概是以製造為主體 那就好像是老虎你要讓牠吃草 牛你要讓牠吃肉一樣 基本上是無法適應的 所以怎麼樣讓整個團隊達到共識 才能夠所謂的啟動品牌的一個開始 參加品牌計畫的收穫 我想這個事情最早要延伸到2008年 從2008年我就參與了這個商業師的一個品牌的計畫 那是我凡斯康第一次透過這個政府的輔助方案 然後完成了公司的第一本 CIS 然後直到接下來的品牌台灣 我想從一期到二期 那我們都持續的參與 也看到了公司這樣一步一步的 透過這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產生改變 那我想從過去的OEM 然後目前處在一個ODM的階段 那我們持續往這個方向去走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整個組織在這個過程裡面 持續的演變 所以在整個這個過程裡面 很明顯的可以看到公司的營收的成長 還有在所謂的獲利的成長 那更重要的是 整個組織裡面的相關同仁 透過這個過程裡面所成長的部分 那個是很難用數字上去估計的 對於這個外部的競爭 我認為是一個動態 那我們持續參加這個計畫 然後可以因應外部持續的改變 然後都能夠有足夠的競爭力 能夠在世界上跟其他的相關的 我們產業的一個同業的話 都能夠持續的跟他們站在一個 同樣的競爭基礎 甚至是能夠超越他們 我們往凡斯康未來永續經營的方向持續前進